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莱输输为您带来的 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ESR OneFall的比赛 这个是老干爹在本届比赛当中的首次出场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老干爹这次比赛呢 由于莫言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呢没有能够跟着队伍一起抵达这个现场 那么这样的话只能是由这个巴师傅 只是教练巴师傅来上场顶替 那这种比赛老干爹一上来又是一波相对来说 比较整活的这么一个阵容 前两手是直接拿着虚空加上陈墨 搬掉了小鱼CK 对手是搬掉了光法和兽王 在第三手搬掉的是一个穿战甲 应该是知道巴师傅有一手中单的穿战甲 在四五手搬掉的是虚空和敌法师 针对了一场萧瑟 自己这边拿出来了沙王和小拿加在三四手 前两手拿出来的是土猫和乌依 老干爹在三四手拿出来的是蝙蝠和夜魔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的阵容 老干爹这个就有点看不太明白 他们到底要打算打几号位了 事实上在新版本更新了以后 我给大家做介绍视频的时候 曾经说过夜魔在这个版本当中 是具有打大哥位的潜质的 因为他在15级前后那段时间的时候 他的这个攻击力有一点逆天 如果能够配合一个BKB 甚至如果再肥一点有一手这个跳刀的话 那么夜魔这个英雄在15级前后那段时间 在整个团战当中是绝对拥有一个左右比赛局势的能力的 而且夜魔他左右比赛的局势还不单纯依靠的是他的视野 而是他超高的一个物理输出 而且即便就是不打大哥位 他作为一个三号位或者中单位的夜魔 只要能够让他顺利的出到BKB 并且等级不落后第一梯队的话 夜魔这个英雄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输出点的存在 陈魔术是在新的版本当中 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练一下的 之前这个陈魔术是在被改版以后 曾经有我看好多人说陈魔术是被改废了 但事实上陈魔术是的技能非但没有改废 而是得到了一个史诗级别的加强 加强的都已经有一点过分了 这个陈魔术是 他的一技能从原来的被沉没了以后 不再提供伤害 而是把他的这个技能的时间延长 等到这个沉没结束以后 再继续计算伤害 变成了在沉没状态下 他的一技能的效果不降反升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巨大提升 而且陈魔术是这个英雄 他现在的大招加上一技能 我在给大家做新版本演示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了一件他的伤害提升 有多么的离谱 这样比赛老干爹这个五个人真的是整活天王啊 我真的 我看见这样的老干爹 我开心 我作为一个道菜解说 我解说了这么多年的比赛 在Wins之后啊 TI6前后的这个之前啊 TI5到TI6之间的这个Wins之后 没有见到过能够让我这么开心的队伍 他这个什么人都敢给你往外选 然后什么英雄都敢来拿 什么战术都敢试 而且选手各个的实力都非常顶尖 这样的队伍真的太少见了 很开心啊 这个阵容真的看着很开心 感谢哲学大师大佬的三个比卡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轮回宗和无聊改革面大佬的好多个吃挂 那老干爹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他最后一手拿出来的是飞机 飞机这个英雄 现在他作为辅助位的效果 比以前要更加的出彩 大哥位的话也行 但是大哥位的提升 主要体现在他的高射火炮上的一个提升 这样比赛果然是心情的沉默术 是外队的5号位虚空 再加上小巴的一个中单蝙蝠 小巴的中单蝙蝠这个东西啊 上个版本当中 小巴临时出来替补的时候 他没有选过这个英雄 但是不得不说的就是 小巴他的蝙蝠骑士这个英雄 事实上在当年 他还是职业选手的时候 就是他的绝活英雄之一 而且极强 他的蝙蝠是极强 所以这场比赛 老格尼这个阵容突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突出一个个评本式 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外队一保四的阵容 比较标准的外队一保四 而且他是用一个虚空去比保四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场比赛 老格尼这边这个阵容 整体来说 跟虚空假面的一个配合 一般般 一般般 比较好的配合是 沉默术士和飞机 但是蝙蝠跟夜魔 跟虚空的配合的话 比较一般 那对手这样比赛 BC那边在最后一手 拿出来的是一个女王 K1的一号位 拿的是小娜家 小巴的分数 好像比超哥高 小巴的分数高 是没办法 因为 他如果不把分数 打到9500分以上的话 莫言没法带他打天梯 所以小巴上分 只是为了跟莫言一块打天梯 被逼无奈才上的分 我信了 这是真的 这个我 不是 你们是在觉得我在玩梗吗 这是真事 莫言12000分 天梯的机制是超过2500分的 差距是不能组队排天梯的 所以如果他们队里边的人 想跟莫言一起排天梯 必须要达到9500分以上 如果有一天 莫言的分数上到了12500的话 那也就是说 全队的队人 必须要上到1万分 才能跟莫言组队 否则的话 你不配跟人组队 你知道吗 莫言已经12800了是吗 好吧 消色这块一上来是被对方 哎 这脚踢的 我怎么感觉啊 还好 沙皇这里还有个穿刺 让了消色这个一血 有没有锁定啊 一级 有锁吗 一级他这样没加锁 外对这边一级没加锁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能追死 如果他加的是锁的话 这边是追不死的 没加锁的话 差多能追死 土猫的下一个技能的CD已经快赚好了 再给一个平A踢一脚石头 应该就直接带走了 踢一脚石头 在一个平A追上来 nice 这样的话 消色最后是被BC里边土猫拿到了一个一血 大叔 BC队员的ID为啥有中文 南美赛区很多的职业选手 当年都是中国战队玩家的铁粉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玩家 都会在名字里面去加上一些中文 这个是南美的老传统了 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 南美老传统了 好多的职业选手 以前他们都有特别喜欢自己 特定喜欢的这个职业选手 而且是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的 就是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一些职业选手 小八在中路蝙蝠打女王 有关是说小八要被打炸 理论上来讲的话 蝙蝠打女王是一个很容易互换的 一个对线 特别容易互换的一个对线 而且这两个人打起来的 就这对线的时候是不太可能出现 比较和平的这个情况 两个人绝对不会和平 话说这场比赛老跟爹有一个沉默术是奥术诅咒加夜魔的沉默的抗暴 我刚注意到 这个我刚注意到 这场比赛 我跟大家先预告一下 这场比赛老跟爹赢了 老跟爹赢了 因为这个 萧瑟送一血了 学过这个量子力学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在萧瑟送到一血的时候 老跟爹都会获胜 这场比赛现在飞机居然经济排在第一啊 在下路 送了一血还是排在第一 夜魔的经济排在第二 中路 蝙蝠跟女王两个人互相伤害 补刀方面 女王9-2 蝙蝠也是9-2 两个人的互相伤害的情况差不多 有点卡是吧 这个确实有点丢包啊 这个具体丢包的原因不知道 咱们等一会儿看一看能不能自动恢复 如果不能自动恢复的话呢 大家应该也就利用这段时间 适应了利用这个眨眼来进行补针的操作 开玩笑的 如果这个卡顿的情况持续的话 我待会会把这个加速器开一下 好吧 大家别着急 夜魔现在在上路的一个发育情况 由于对方是一个小男家 小男家这英雄前期 对线跟近战英雄对A的话 其实不算弱势 但是沉默术是这个英雄 现在对线太强 他只要有足够的蓝量 他的奥数诅咒这个技能 没完没了的放的话 是非常厉害的 他打对方K1的时候 心情也注意了一个最基本的点 就是每次都是在你 开文分身之后 我再去给你一个奥数诅咒 飞机现在的补刀是23-5 飞机这个英雄的补刀 由于消色他的这个出装的问题 所以前期他的这个补刀是比较容易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出装 带着补刀服 两个丝袜 一个加速手套 还有一个精灵腰带 白字的攻击力已经达到了66 这一波小巴 是被对方支援过来的土猫 还有冲过来的女王两个人 抢服的过程当中 被对方完成了击杀 这波还是稍微有点伤的 这波拼的其实有点 说实话有点显当然了 我先去把加速器提前打开吧 先说一下 就算我开了加速器 这场比赛我也不会关游戏 重新开加速器啊 因为这个比赛官方设置的是 15分钟延迟 所以如果15分钟之内 比如这场比赛 现在20分钟结束了 我现在退游戏再进来 是进不来的 所以这场比赛 大家无论如何 都只能去忍一忍了 没办法 感谢 Mr.TRA大佬的 毕格拉 谢谢老板 现在这场比赛上路 沉默术师这里又是 奥数诅咒 点上去 夜魔可以杀了 这波可以杀了 已经 这波 哎呦 这个幻象的伤害有点高啊 这个打不动 有点 沉默术师 这场比赛的加点 加的是 二级奥数诅咒 加一级的 打球 呃 现在 夜魔的等级是四级 身上先做的是一个魂戒 然后准备出相位鞋 哎 我这个老婆孩子玩 我手机玩的是真极限 他们一直把我的手机玩到 手机提示 还有60秒关机 然后才跑过来给我充电 哎 啊 看一下这一波 现在萧瑟的飞机 目前经济保持的还是不错 但是小巴的蝙蝠 那目前他的经济 是可以说讲比赛 比想象当中的要好一些 看一下萧瑟这个位置 哎呦这块虚空挡了土猫的滚 飞机直接交大反打沉没术式 给上对方沉没以后呢 直接过来开始吸智力 哦外队漂亮 极限成伤加跳过来以后 把对方伤害全部顶掉 转身开始给输出 对方的女王这连续被打了两个被动晕 外队这是祖传的 祖传手动晕嘛 顺便还反补一下自己的队友 但是没来得及 这边其实外队已经抬锤子了 但是这个女王的毒刚好最后一下弹出来 这个虚空的 虚空的这个被动触发的有点过分啊 极限成伤加一个跳 把这个伤害减免了以后 回来还给对方连续打了两个被动晕 这波有点厉害了 这样的话人都是来到2比3 那么这场比赛 小巴的蝙蝠 现在手里边是两个挂件草鞋 准备还是直接裸飞鞋 飞机的经济上保持在全场第一 不过现在上路随着这个小达家的等级上来一些以后 这个小达家跟夜魔的兑现是开始占到一点优势了 莫言还没有来 莫言还没有来 那BC这边 K1的小达家经济虽然保持的不错 但是这场比赛 由于对方是有一个飞机的存在 所以小达家的幻象 在团战当中能够起到的效果 可能 不会太大 我个人感觉 小达这个时候上来 要搞一波对方的小达家了 小达家现在7级 没有加大 夜魔飞起来 给视野 小达家这边开分身 然后小巴被对方支援 踢避过来的一个 这是土猫 捐过来和虚空跳上来 锁CD 土猫直接滚走 这个土猫现在还是在 一个被对方夜魔追击的情况一脚踢 不过并没有能够把自己救下来 V 这个时候是被虚空 还有夜魔两个人在追 这个地方再炸一下 小巴漂亮 炸一下以后 把对方的这个V直接弹回来 两个人虽然是躲了一下 这个听方球 但还是弹了三下 这波最后是被 Face边的夜魔拿到了一波双杀 而虚空这个5号位 这一波团战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上来 把对方吓跑 其实他的锁CD 起到的作用一般 对方的土猫 并没有任何的技能被锁到 这块女王呢 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跑回来看见对方的飞机 还给了一个毒标 给了一个吼 结果发现根本打不过 只能是先不定格撤退了 感谢MCH 这个好长的名字 大佬的六个地茶 还有小丛小丛大佬的三个nice 谢谢老板 现在下路看一下蝙蝠这波 开火 沙王穿刺 但是已经出了自己的误 沉默术是这边的奥数诅咒 已经给上了 在接着往前追 土猫的滚是被打断了 那这样的话智力交智力交掉 nice 减2 女王过来以后开始去追 对方沉默 沉默这边肯定是死了 蝙蝠能不能走得掉 女王手里边应该还捏着一个大 没有放 但是现在蓝量不太够 刚刚够蓝 看下要不要拿大招直接收人头 漂亮 这大招交了没拿到人头 有点亏啊 这不是女王稍微有点亏 没有拿到人头 不过女王现在的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BC这边1号位K1的小大家经济 小大家的经济现在在全场第一 女王跟他基本持平 飞机和夜魔的经济呢 稍微落后一丁点 差别不是太大 小巴的蝙蝠现在经济下来了一些 数据是两杀两死两助攻 感谢Rosa的WB大佬的毕克拉 谢谢老板 感谢韩97大佬的三个打绑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支持 但是这波杀王先手找到飞机 但是一套技能上来以后伤害不够 飞机直接开大反打 对方这一波赶紧开BKB 该开TP 杀王是仗着隐身加TP回到家里面了 自己的W1这波被留住 夜魔开着自己的飞行 再往前追 这个地方土猫被给上减速 再给上一个一眼 再往前追 吸智力 吸智力 吸智力也耐四 减二 心情加6了吧 加8了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一点 这三个打一个被打跑了可爱情 那些一只庶民大佬的好诶 谢谢老板 小8又上场了 适得 这拼丢班一直在10以上 有点难受 下一场比赛 我开加速器的 这个大家 这场比赛只能先忍一忍 看一下这里 蝙蝠 拉过来女王 女王这个地方直接是被带走了 小8也是抱了自己之前的一箭之仇 这波击杀以后呢 女王的经济是掉下来了很多 已经要被蝙蝠反超了 小哪家还是保持着自己无解肥的一个节奏 但是小哪家这个英雄 就这场比赛老干爹的阵容而言的话 小哪家的发挥空间一般般吧 莫言过后会参加 现在不确定 因为疫情的缘故 莫言短时间内好像没法出国 所以暂时不知道 他的这个情况是会怎么样 感谢大叔不乃我 浑身难受 他不是个吃瓜 刚才这里 沙王跳刀穿侧 姚大直接把这个蝙蝠带走 这波沙王选择 最后是把自己的大招停了 觉得没必要了 这个比赛有15分钟的延迟 下路的一塔集结了很多人过来推啊 这个女王的经济和沙王的经济 其实还行 没掉队 夜魔这边直接开大招 然后有反隐没有 有反隐没有 就是有反隐 沉默术是直接交大 先杀一个能杀的 吸两点智力 虚红一个大招定着对方两个人 蝙蝠落地 这以后呢 正好落在了自己队友的大招里边 被对方再捆一下 这个网网住了以后 小巴看一下 小巴手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大 沉默术是夜魔蝙蝠三个人 被对方的女王直接秒掉 nice 女王这边瞬间完成了一波三杀 爆发拉满 那么这样的话 这波老干爹就亏了一些 自己这边交到了三个人 只击杀掉了对方两个 一个土猫 一个巫医 不过沉默术的智力都吸到了 现在穿破数是偷了12点智力 手里拿着一个杂耍玩具 这波这两个大招 沙王的大家 女王的大爆发 确实是有点高 而且抢大家还没有交大 这样的话 这波打完了以后 人都说来到10比9 BC现在是把团队经济 实现了一个反超 嗯 有点厉害 沉默术的第一招 是能配合队友的 沉默术能增加伤害吗 可以 现在飞机的境界排在全场第二的位置 这个版本飞机 它主要的强化是在于 高兽火炮15级天赋 可以加两次个次数 25级可以减6秒CD 所以现在飞机 作为一个大哥位的话 只要等级升得够快 还是非常可靠的 虚空这个位置 跳一下 被对方给上祖宙家大招 以后伤害拉满 看一下飞机这波 第一波对方的急火 并没有打死 沉默术是上来以后呢 对方的女王开始BKB 强行击杀到了萧瑟 蝙蝠这个地方在给视野 但是对方人有点多 这波蝙蝠不敢上了 再加上蝙蝠大招 其实之前已经交过 没有空了 这样啊没办法 这一波看看这个蝙蝠 炸一下对方的无依 但是没有大招 沉默术是没有往右下角蹭 这样的话夜魔开始沉默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留住 对方的土猫 这个土猫最后还是被击杀掉 而且等心情过来以后才杀的 这样心情已经吸到了16点之力 心情快成大哥了 这心情快打成大哥了 而且对方的土猫 这场比赛这个智力 被吸了好多了 土猫现在的白字基础智力 只有21点了 他已经被吸了很多点智力了 女王这样比赛的BKB 他是假腿直接做的BKB 所以他的这个节奏是 拉的比较快 而且这样比赛 因为老跟爹有一个夜魔的存在 如果他不提前去出BKB的话 他会出现这种 就是战场当中没法进去 或者进去又出不来这种情况 这场比赛 这个老跟爹现在有一些劣势 大家不用着急啊 大家不用着急 大家这里虚空跳走 漂亮 躲掉了对方土猫的一个滚 这时候肯定是要死了 临死之前定三个 nice 这里夜魔过来给沉默 对方的女王要准备KBKB了 不杀你女王了 我先把能杀的先杀了 这个时候蝙蝠过来以后 利用自己的一个弹 炸了一下对方支援过来的沙王 没有让沙王放出来掉刀 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小拿家仍然是没有第一时间参团 第二时间赶过来 想守一下中路的一塔 装备方面已经是有了分身斧 加上散尸 这个小拿家现在正面作战能力是有的 这波是有了的 土猫的智力又减了两点 现在土猫的白字智力呢 还是21 因为他刚刚升了一级 但是升了一级呢 好像升了 但是又好像没完全升 老格尼这个阵容的话 他的强势期不在前期 虚空5号位1保4 你指望他强势期 那不再开玩笑吗 这边心情又是利用自己的遗言 带走对方的一个 这个巫医 拿到了那儿治理 感谢浪漫小贤的39个吃瓜 谢谢老板 虚空的装备奖比赛走的是一个出勋章的路线 假腿 然后做大勋章的路线 这个大勋章的话 其实虚空这个英雄 他现在作为辅助位的话 他的天赋非常优秀 就是他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 他可以全家这个增加自己时间膨胀的天赋 看看女王 这个地方过来 给一个吼 一个毒标 哎 土猫的这个技能有点尴尬 没有滚到 女王没办法 只能交大了 其实女王的大招很宝贵的 他大招CD很长 这个英雄 他说你视频有好多弹幕演员 他说陈梦能把智力变成负数吗 我记得是步行 我记得好像是步行 小巴这套比赛 没有着急出跳岛 先出的是飞鞋和BKB 准备出完飞鞋和BKB以后 再去补跳岛 经济方面 现在对方的小达家 已经是来到了12600 超过了飞机将近2000的经济 老大那这套比赛呢 暂时还是没着急啊 他们这套比赛打的不紧不慢 我记得陈梦处是可以把对方的智力 减到最低是零点 好像还可以减到一点 减到一点的时候 好像也不会继续减嘛 我记得我试过减到零点 然后再往下减是减不下去的 他跟那个攻击力不一样 攻击力你可以把敌人的攻击力 减到负数 这波小巴被对方给到一个技能 以后这里用风杖吹一手 开BKB 要拉呢 拉住对方的杀王 选择强秒杀王 也是个办法 把对方这个关键的控给他秒了 虚空的大招 定住了对方BKB的女王 nice 这个女王出来以后 BKB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沉默接大 完美 这个时候蝙蝠在扔一个技能 看一下沉默术社 开始给对方技能 这里是一个遗言 加上一个诅咒 给到对方的一个 巫医身上 这个巫医要掉好多的血 这个巫医真的是掉了好多的血 被这个技能打的 开着加血的情况下 另生成被对方两个技能 打掉了一半最好的血 现在飞机的装备 这场比赛走的路线呢 是一个A仗加BKB 然后开始补雷锤的思路 小男嘉的出完了这两个道具以后呢 选择补的是大晕锤 然后做BKB 这是准备要跟飞机去刚正面的一个出装 看看土猫的这个滚 被小八一直在不停的躲 这里大招给上去 对方的无依包过来 沉默术是要被秒了 完了吸不到智力了这波 让女王交一个大招 土猫一个滚 打中小八夜魔过来给沉默 掩护一下小八车队 不过小八这波应该是没了 沙龙再一个穿刺 完了老干爹上演了 一波葫芦族爷爷 这波葫芦族爷爷很彻底 只有飞机没有过来 这样团队经济是被对方领先了 2000家人都是15比16 落后一个 这个葫芦族爷爷太 太太太太太离谱了 有点 那边肉身打完以后 小那家带盾 现在团队经济差2000块 夜魔和蝙蝠的经济 已经有点追不上去了 现在全靠飞机一个人 去输出的话 有点难 说实话有点难 飞机里边可能需要 再把自己的装备 还得再往上称一称 才有可能能够去 把这个输出打够 因为飞机这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说 他的这个致死伤害能力 特别强的英雄 他的致死伤害能力一般 在所有的大哥位里边 飞机是一个压快速压 对方全对血线 非常优秀的点 致死能力的话 飞机出到雷锤 飞机这张比赛的话 打对方这个阵容 需要把大雷锤做出来 这个地方漂亮 打断了对手 土猫的一个滚 这样的话沉默在不在附近 沉默在附近 但是没吸到质力 对方的无依 被蝙蝠开着BKB 直接追死 这样的话 另外一侧 还有一个BC的小男家 夜魔这里开着BKB 在追 小男家手里边有大 没开出来 被蝙蝠大招拉住 飞机上来开始给洗脸 直接沉默带走 第一条命交掉 沉默说是这个时候 补离个大招 但是女王还是开BKB 解掉开大招带走夜魔 虚空这个时候 也被击杀掉了 虚空没有来得及放大 这样的话蝙蝠选择自己 留在前线 然后掩护一下心情TP 又是被对方的女王 完成了一波三杀 现在女王已经抽神了 十三杀两死三助攻 女王这场比赛 表现的真好 这表现的是真的好 夜魔这场比赛的出装 是灵机刀加BKB 现在十四级 还没有到十五级 到十五级的话 夜魔的输出就比较可靠了 不过这场比赛 夜魔等级太低了 她现在到了十五级的话 时间上有点久 飞机现在没有BKB 这波感觉是 有点要没了 要没了 她没有BKB了 这波 女王支援过来以后 就把上一波团战没有死的 这个大招白交了呀 没有用啊 这个大招交的 这是怎么沟通的 这波沟通出现了巨大问题啊 白白浪费了一个大招 这波看一下K1的小辣家 夜魔这个位置 沉默的也不敢硬往上顶 因为扛不住对方的输出 这里被对方的大晕吹晕住 小八开着BKB 要找人吗 这个位置对方 女王开启BKB 一个不另一个往回走 杀王挑头穿刺 夜魔开着BKB 但是打不过这个时候 只能将我回撤一下 K1的小辣家 又是一副近乎无敌的样子 站在这个高地上面 飞机还有三十多秒的 呼呼时间 这个下路高地感觉是没了 感觉是没了 这下路的高地 被对方拆掉的话 掉一路的高地差 这波拆完了以后 就得差一万经济了 这场比赛 这么看的话 感觉是有点凶多吉少了 老干爹如果被 如果输了的话 这场比赛 不能说明我毒奶 只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我们对于 这个量子力学的研究 还处在比较浅显的阶段 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的 去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是量子力学出现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大家想来 大家和女王的经济 是分裂第一第二 女王的经济已经反超了飞机 看看这里 沙王大枝刀 加上跳刀穿刺 直接秒掉 蝙蝠这波未秒以后 身上的装备 这跳刀迟迟迟做不出来 女王现在有林肯了吗 女王没有做林肯 那这样比赛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女王现在有强袭 无一 嗯 两千血 二十八的护甲 有点略结实 蝙蝠这边跳过来以后呢 再往前追 看一下这个导弹 撞伤雀有反应吗 外对这个地方 直接交了一个大招 罩住了对手的这个沙王 沙王被秒 土猫滚过来以后撞 沉默给大夜魔往前追 先带走对方的这个无一 无一直接被A死 外对这边是带走了 对方的一个无一以后呢 萧瑟在另外一侧 击杀掉土猫 而且沉默术是又吸了一次土猫 土猫现在的白字智力 已经是高达三十三点啊 这个土猫这段时间 剩了很多击 剩了很多击 在十二十八分钟 开始去出三阶装备了 这个三阶装备 沉默术是这边 打出来了一个虫腿 虫腿这个道具 现阶段这个版本 比上个版本的实用性 其实要加强了一些 因为它是直接加移速 直接加移速 然后不算斜 这样的话 它可以跟斜的效果叠加 比上个版本要好用一些 像个其他人的装备啊 这边中立装备方面 虚空现在手里边 是准备拿这个学徒之礼 藤默术是带虫腿 夜魔现在身上没有拿 应该是在运 蝙蝠骑士也没有拿 也在运吗 飞机身上是换了一个骑士剑 然后把这个天鹰剑 应该是给到队友身上 蝙蝠手里面带了一个 祭礼长袍 夜魔身上带了一个火焰斗旁 陈魔术是带的 还是虫腿没有换 虫腰带了邪足之礼 这个整理装备的分配 倒上还可以 虫腿那个道具 说它是省一个格子 这个事很厉害不假 但是实际上 在大部分的职业比赛当中 由于经济的问题 以及一般英雄身上 肯定会有一双鞋 这个道具 如果你想换的话 也是最后一件 才会把它换下来 因此虫腿这个道具 在以往的职业比赛当中 没有改版之前 也很少有大哥去拿 一般是交给三号位 或者四号位居多 现在因为它不省 这个鞋子格子了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 反而比以前 在一场比赛当中的 有效时间要更久 效果要更好 开始下路 这个位置 蝙蝠跳到第一波 拉住女王 但是这个女王 是开出了BKB 被沉没了一下 直接被秒了 这个女王 她在不令她的一瞬间 BKB结束 被沉没 以后秒了 看一下土猫 这里能不能秒得掉 飞机开着BKB 跟对方的小大家 硬刚一波正面 这个时候夜魔冲上来 强 硬跟对方的小大家 互怼 对方的女王买活 赶回战场 但是老干爹 突然一波完美拉扯 所有的人都分散开 只留了一个飞机 在正面战场 飞机这波被秒 虚空被打死以后 夜魔第二次冲进战场 强杀对方的女王 这个女王死了 漂亮 漂亮 这个女王最后 被沉没收拾的 最后一眼给打死了 买活死的女王 蝙蝠骑士 再往前追 炸一下 小大家已经没有大了 沙王转身 反杀蝙蝠 沉没 这波又是被对方的小大家 和沙王两个人 实现了一波反杀 那K-1的小大家 那K-1的小大家完成 风光杀戮以后 先行开启冲队 直接逃回自己的高地 这波团战最后是 打成了一波四换四 但是对方多付出了一个 买活死的女王 整体来说 这波团战 老干爹不亏 整体来说不亏 而且这一波 沉默术是 他现在是 已经吸到了 三十点质力 手里边拿着 A杖 加上以太 这个沉默术是要吃人了 这个范围型的遗言 加上奥数诅咒的 康暴实在是有点厉害 这波完美换头 这波很赚 这波真的很赚 捏着鼻子说不亏吧 小大家没死 落后这么多 经济的情况下 跟对方打了一波 人头互换 逼对方女王买活死 几方虚空 还留了一个大招 没有放 跟对方完成了 四换四的人头互换 沉默术是没有死 吸到了大量的智力 这叫捏着鼻子说不亏 盾没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波能守下来 没有掉高地 就已经非常赚了 而且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在上一波打完以后 是从 一万左右的经济差 被拉回到了 只有六千块 这波想大家提前 开大车退了 夜魔能不能追得上去啊 这波对方想大家 是带着肉山盾的 夜魔如果要冲出去打的话 这波其实风险比较大 要找女王 这个时候打团战 要找女王 虚空这个位置被牵手了 直接原地放大 飞机给大招 要打掉两条命吗 这一波 打两条命好像有点难吧 看一下蝙蝠拉住对方的沙王 开始BKB沉默 揭大 对方直接风杖 吹起来自己 小男家的第一条命被打掉 再接着追沙王 沙王给了自己一个莲花 飞机这个时候 感觉有点跟不到正面战场 女王开始进入战场收割 看一下 虚空在追着对方 土毛疯狂输出 沙王被击杀掉以后 女王把自己的第一波攻击对象 找到对方的夜魔 夜魔这个位置肯定是没了 蝙蝠选择直接原地TP 走掉了 而且这个时候 小男家不知道是摁错了 还是什么缘故 他把BKB给开了 这个小男家好像摁错了 他把BKB开了 这个位置 而且他是在看着对方 蝙蝠TP回家的时候 把BKB开了的 这样呢 小男家盾被打掉了 小男家盾被打掉的情况下 现在奶酪也没了 啊 现在不对 二点肉 现在也没有奶酪 抱歉 我忘了 小八这个位置 最后还是被对方追上来 给追死 但是对方现在只有两个大哥在 飞机和虚空现在都还在 蝙蝠夜魔可以买活 沉没术士 现在不到30秒复活时间 小色可以过来 把对方的人先赶走 刚才这个地方 K1操作失误 那个BKB开了 真的失误太严重了 看一下飞机 直接交大招 虚空跳上来 锁CD 对方K1直接是开启分身火 这个时候飞机开BKB 把人赶走 想掩护一下虚空 但是没救下来 飞机这波是 虚空这波被打死 沉没术士 复活了 虚空又买 蝙蝠又买 夜魔还有5秒钟复活 开一个塔房 拖到夜魔复活 如果要正面打的话 这波虚空的大招 还是 实时转不好啊 这个中路高地 应该也是要被破 看一下夜魔冲上来 对方开BKB 强拆 沉没术士 给大夜魔 这个时候还要再往前追吗 这波再往前追 风险好像有点大 小拿家选择开打反打 这个时候虚空选择了买活 看一下虚空的大招CT 差点时间有点多 对方没有撤 这时候沉没术士 被给到沉没以后 飞机要被秒了 沙王大跌穿三连 女王这里直接给一个大 夜魔开始自己的沉没 在追对方的女王 看一下沉没术士 过来给接技能 女王被打死 小拿家目前的状态 还是满的 飞机选择了买活 出来 强追对手 带走对方的一个乌烟 蝙蝠拉住沙王 这个沙王能不能杀 沙王可以杀 沙王被带走 没有买活 再追死对方的一个土猫 这个时候土猫被击杀 也没有买活 这波打完了以后 直接让肖色的飞机 完成了一波三杀 可以 这波这个坚果可以 那这波打下来以后 人头数现在是32比31 反超了一个人头数 但是经济上面 还是对方领先着很多 而且小拿家没有死 小拿家没有死 两路高低被破 这个时候还是要 给到对方压力 再接着逼买活 对方现在在买活CD的 可以知道的买活CD的 只有一个人 这时候虚空有大 虚空在哪 虚空在哪 虚空死了 不好意思 我还是激动了 我是弱智 我还在想虚空 这个时候大周CD 应该是赚好了的 这边小鸡魔龙枪 肖色的这个小鸡 山上的魔龙枪被打掉了 想吃服没有吃到 K1这里是连吃了 三个炒金神服 这样的话 这波没有能够 找到机会完成反扑 飞机山上的装备 现在是撒弹小雷锤 A让小雷锤BKB 天赋上面的高热火炮 已经有了 一死污蔑 我还想刚才这波虚空 要是在的话 这个应该是可以翻盘了 结果忘了这虚空死了的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波小雷锤 先生的装备 已经是有了 蝴蝶 大雲 分身 散尸 引刀 加BKB 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大引刀 看一下虚空这边跳过来 应该是过来破雾的吧 这个动作像是 这个像是用时空蔓延 过来破雾的 排个眼 被沉没了 被沉没了 被绑住 虚空这波被绑住 夜魔直接跳上来 虚空要不要交大 这个位置 虚空还在等 他还在等 跳上来 大招定住 对方小雷锤 能不能打得死 就看这一波了 沉没数是皆大 对方的无一能不能秒了 无一 这波打死 小雷锤 剩一丝血 剩一丝血 接上沉没 漂亮 一百秒 对方的土猫也被击杀掉 没有买活 夜魔这时候开始沉没 再继续往前追 对方的女王 开始疯狂逃窜 这波打下来以后 小那家是有买的 小那家有买 虚空过来 再锁一个CD 再接着往前跳 还在追 这波虚空跳的距离 非常的远 看一下夜魔的视野 刚才最后是看到了 对方杀王的位置 女王有点追不上来了 杀王这个位置 风胀 大风胀 吹着自己往回跑 这波是追不上了 这波确实追不上了 家里的兵线压力有点大 先回家手一下兵线 杀王这波选择是一个树林里面的TP 夜魔没有飞了 没办法 当那个大风战过来用了 虚空现在还是需要去解决一下对方对他的这个沉没的问题 这边虚空选择是要出一个莲花 虚空现在身体上也是做了蝴蝶 没有第一时间去出MKB 现在飞机的经济26600 下路家里边的这个高地虚空跳一下 女王这块应该是想要去单杀对手 虚空但是没有找到机会 夜魔回来了已经 消瘦的小机火了没有 还没火 还没火呢 2600多的存款MKB差的不多了 飞机如果继续升级的话 27级可以加第一个一层天赋 只有200点生命 这个作用不大 再往上升级的话 飞机只有25级的天赋 就是另外一层天赋 也就是飞机要升到30级才有足够好的效果 现在心情的沉默术是24级 如果他升到25级的话就很厉害了 这波蝙蝠跳刀 先手联盟沙王 沙王被秒 95秒没有买活 没有买活 这个没有买活的沙王是一个机会 对方这个时候短时间内是不敢出门的 肉山的刷新时间 现在还有10秒钟 我们可以得知确切的时间 肉山的时间 看一下 马上还有3秒钟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有机会能空盾 算了 没机会了 这个肉山的时间 是一个10分23秒的一个肉山 还是算比较久的 原来飞机做出来了MKB 装备上输出桩已经完全成型了 飞机的输出桩已经完全成型了 现在能再更新的就是把漩涡更新成一个大雷锤 A让短时间内先不要吃 飞机里边被对方先手 但是直接开启BKB 加上撒旦反打 一个人吃掉的对方 几乎所有的输出 虚空跳过来 完美大飞机没被罩住 飞机居然没被罩住 这一波小拿家要死了 女王也被打死了 这大刀怎么放出来的 我的天哪 哎把飞机就差了 我估计真的这也就差一两个像素的位置 没有把飞机搭进来 这个大太逆天了 我的天哪 小拿大这个波选择了买活 那是老干爹这个时候 直接选择过来拆基地 逼着你全员买活 全员买活了的话 其实老干爹需要去撤退了 虚空这个跳出来 锁个CT 被对方给上一个网 他还没有BKB 这波要死了 虚空这波被带走 小泽的BKB还有25秒 感觉这波没走要出事 看一下夜魔直接到后排 找乌依 乌依被秒 飞机 这个撒旦已经开过了 飞机被打死 没有买活 124秒的买活剩余 复活剩余 那这波完了 这波白给了 蝙蝠选择了买活 争取战场夜魔这波也要死 没买活了 这个高地上的呀 一个完美的团战 反扑的机会没了 可惜了 这波可惜了 这波可惜了 太着急了 最后这波 这波最后一波 人家是太着急了 没机会了 因为对方现在剩余的时间 复活剩余时间太久了 飞机的买活还在CT 而且他没钱 他上一波是把所有的钱 都花了的一个情况下 这波应该是没了 差了一点点就能翻盘 有点可惜了 这场比赛 不过这场比赛已经打得不错了啊 讲道理这场比赛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打成这个局面 我很知足了 烟魔这时候出来 想大家开始强拆基地 大晕出来晕住蝙蝠 强杀 这时候蝙蝠 买活被秒 虚空跳上来以后 锁一个CT 但是虚空现在大招CT还有一秒钟 飞机没活的话 打不死人 看一下这里又是一个大招 定住对手 女王直接不定格到另外一侧 强拆基地 这个基地扛不住了 GG 好吧 这样的话 恭喜BC 在双方BO2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先下一城 而且这场比赛还是相当的精彩啊 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的精彩 好吧 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制和直播到这里 咱们稍微休息 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么么大 下场比赛